飞碟说 知识从未如此性感 飞碟头条 为周一至周五更新 最近 郑州一位车主把价值上百万的五个巴车牌 装在了一辆小货车上 结果 上路不到一天 被民警们怀疑成套牌车 插了八回 五个巴如此鲜严 以至于引起误会 这跟我们对数字的崇拜与禁忌分不开 我们对数字有多迷信 数字迷信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主要依靠联想 心理暗示或附会 对某个或某些数字形成崇拜或禁忌 由于历史文化或是宗教等原因 在很多国家 不同的数字都被打上了或急或凶的标签 例如在我国 单个数字中 六 八 九 十最受崇拜 其中 六表示顺利 八表示发达 九表示永恒 十表示圆满 从区块机上就能看出来 通常六 八 九 这三个数字键磨损最快 而一 二 五等数字 只有与它们组成连号才会被重视 比如一 六 八 代表一 六 八 五 八 又是无 要 八等 同样的套路 因为四 和四 白云接近 中国 日本 韩国等都换成了孔四者 韩国的电梯用F代替四 有的旅馆没有四层 在日本 很多医院没有四层 病房没有四号 连茶具都是一把湖配五个茶杯 而14 四 四 十七四 十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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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七四等 也因谐音关系 引发许多不吉祥的意义 联想成为忌讳 在西方 则有孔十三者 对最富神秘色彩的不祥数字十三 充满禁忌 比如英国剧院中 没有十三排 十三号 很多机场都没有十三号登机口 飞机没有十三排座位 意大利的彩票没有十三这个号码 佛罗伦萨的房子 十二号跟十四号中间的 被叫做十二号半等等 如今 对数字的偏好 在各国已经发展成了 独居特色的社会风俗 总之 你们开心就好 一半三四五六七八九 就这么几个字 其中就有招人喜欢的 也有招人讨厌的 这我得问问你 你说哪个字招人喜欢呢 你比如说八字 就招人喜欢 怎么 一般人都喜欢八字啊 电话号码 汽车牌子 跟你这么说吧 凡是有数目字的地方 都喜欢要个八字 因为这八字它吉祥 你比如说腰八 好像象征着要发 对 谐音 腰六八 那就是一路发 八八八 发发发 二腰八 二腰八 连第二代都管